都关澎湖未来前途的博弈公投 再过两天就要投票了 台面上是云淡风轻 丝毫感受不到公投的气氛 但是支持和反对两阵营 都积极的打电话吹票 负责这次博弈公投的 澎湖县选委会忙着点收 公投选票提早送到 离岛的奇美跟忘安 或许是受到年底选举的影响 害怕影响到选情 不少当初积极推动博弈的 许多台面上政治人物 在投票前一刻都选择沉默 距离博弈公投只剩两天 但澎湖街道上 完全感受不到公投的气氛 我们不知道 选情低迷 推动博弈的立委办公室 赶紧打电话吹票 很重要 听我讲话 学生了 学生了 别人学生 大家都没帮助 有种事 听我很优劣 而目前民调显示 反对博弈的支持者比较多 反赌联盟也积极提醒反对者 记得当天要出门投票 要路振了 没振了没代表反对 有反对要路振了 澎湖未来 会不会因为博弈而改变 尚不得而知 决定的一刻正要上演 谁胜谁负 两天后就见分校 都要讨论了 这种 小兰 都要讨论了 都要讨论了